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您是否曾经忘记顺手夹在书本中的东西 美国加州的一间公立图书馆 展出了过去十年来读者遗忘在书中的东西 从各种票券到相片 卡片和信件等五花八门 全是图书馆员细心的收藏 让人得以一窥各式人生百态 展示窗内琳琅满目的物品 是加州图书馆员麦凯勒多年累积的收藏 约在十年前 任职于奥克兰公共图书馆的麦凯勒 开始收藏读者遗忘在书中的无害物品 至今已经收集了数百件 并为此举办了展览 而麦凯勒收集的缘起 是为了替图书馆建立一个充满趣味的部落格 麦凯勒将这些物品分成好几个类别 如照片 文物 艺术 笔记 信件 书签 创意写作和孩子的东西等 而他觉得最逗趣的是儿童类别 在整个图书馆系统归还的书中 找到的任何物品 都会送到麦凯勒位于总管的办公室 而麦凯勒会扫描物品并上传到网站 麦凯勒的热情并不会因展触而停止 未来他将持续收集 并分享这些来自书中的宝藏